請 告訴我 叫不留一人 找新年號 那個 在 就是前面那個愛人的 快說 她說的 普通話我基本上聽不到 叫我學說普通話 普通話 我都以為你說的是合語 不用再說了 她們兩個 給了一個柔軟最終的力量 最深的柔軟處 讓我們回歸 柔軟是超越一切的力量 回歸處的時候 無量的光 無量的慈悲 無量的美好 對嗎 你看吧 柔軟可以有力量 已經不需要再講了 她們已經清理此境 而且相信她們的境界 我講過 她們是我們身上的一個起泡 兩個起泡 三個起泡 這些所有的起泡 會有共同的震動 這是我所經歷的柔軟時刻 我看到那個大象 是我在尼泡爾的叢林 我提了牠一上午 出來的時候 突然看到牠想到 也許牠是我前世的兒子吧 我就給牠做了歸一 大象真的流淚了 所以我剛才講的 能夠聽那種馬說話 聽那種旺旺 聽那種大象 是真的 這是我所經歷 看到那扇燈了 是有一次我在廣州辦 那一對小的氣鬧運動 妻子懷了一個兩個多月 就要做掉 我就告訴牠 你的命跟這個草一樣 那麼健 這個牠子 如果你把牠打掉 三分鐘你也都不玩了 至少牠為了牠自己 牠也要把這個牠子留下來 我不是故意嫁過來 我只能嫁過來 然後第二天早晨 凌晨四點 我對著太陽就開始 給牠闖送 一點一點一點 希望那個太陽的光 牠那個子宮含得像冰液一樣 你們可想那個孩子會怎樣 一點一點一直唱得太陽大亮 一回頭 因為整個那個山裡 只有我一個人在那唱 一回頭 一看那個燈一直在陪著我 我當時的眼淚就下來了 我希望自己成為那盞燈 在別人恐懼的時候 孤獨的時候 我能做一個陪伴 哪怕是一個無視的陪伴 只要我存在就可以了 這是柔軟 我們一起讀一遍 好吧 預備 所謂的柔軟 是會怕自我堅定 天上堅定 不在人體天上的地方 也不會自己設想 心中全然敞開 所以 凡是自我逐漸很深 自我中心很長的人 是不太能有柔軟性的 而佛法所謂的母親 實際上就是絕對柔軟性的柔軟性 我們已經在音樂中 造了最究竟的 最徹底的柔軟性 但是反過來 並不等於我們已經有了 對嗎 你就知道那個終點了 就會一步一步 分享一個方法 一點一點修我們的柔軟性 就好了 但是我們在這裏 有很多的人 都是屬於那個 自我主見很深 自我中心很強的人 所以那個柔軟 它就像那個花絲絲一樣 這個甜蜜 你什麼時候能嘗到 只有你把那個殼脫掉了 你才能夠嘗到那個 柔軟性的甜蜜 與之能